欢迎收看地球黄金线 带您揭开最关键的数字真相 1.618是黄金比例的完美数字 而今天我们要带您看的关键密码是 三个骷髅头的黑客密令 在南北韩火药味 越来越浓之际 现在北韩先对南韩启动了 骷髅头式的攻击了吗 在昨天下午呢 我们看到在南韩主要的电视台跟银行 因为骇客入侵 结果电脑的网络呢 全面的出现了大瘫痪的现象 萤幕上呢 还甚至出现了这样一个 骷髅头的一个状况 很多的南韩民众呢 在昨天呢 也都没有办法呢 在这个ATM前来领钱的 当大家呢 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 是不是北韩已经先发动了恐怖攻击呢 但也有人会想哦 北韩有这个能耐 可以发动这个网络的攻击吗 会不会是南韩自己在自导自演呢 甚至是有可能美国在暗中搞鬼 或者是中国道路才是幕后的黑手吗 既然有网路发动的一个未来战争 到底会如何冲击到民众的生活呢 包括呢 你可能会领不到钱 那么有些基础建设被破坏之后呢 你可能会没有水 没有电可以用 交通大瘫痪 领不到钱 甚至呢 你可能会影响到的是你的股市 如果说出现了崩跌的一个状况 大家的荷包也会缩水的 所以一场黑客命令对我们的生活 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威胁呢 我们在今天节目现场 为你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的黄创夏 肥宜好 大家好 还有前国安局驻发组长李天朵 肥宜好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曾光辉 肥宜好 大家好 财源专家黄世聪 肥宜好 大家好 好我们来看到 在这个前NBA的球星小虫 这个罗德曼呢 他已经透露一个讯息说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呢 他其实已经当爸爸 他说李学祖已经生了一个女儿了 但是当了爸爸之后有让他变得比较和善吗 似乎没有 他最近跟南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 而且昨天南韩整个发生了 网路大当机的一个状况 大家也在想是不是北韩干的呢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电视台电脑全面瘫痪 银行网路停止运作 南韩周三传出遭到 骇客集体攻击事件 KBS NBC YTN 三间主要电视台 两间银行 以及数家广播电台 下午两点钟 网路电脑全面陷入瘫痪 南韩网路反恐中心 紧急展开调查 北韩曾在2009年 以及2011年 以同样手法攻击过 南韩的银行以及报社 而这一回影响范围更大 CNN警告 网路战争已经开打 南韩军方紧急 把作战防卫提升一个等级 总统普警惠也下令 要立刻查出真相 板门店情势更加紧张 骇客攻击还无法证实 是不是北韩发动 不过他们挑衅美国的动作 越来越大 北韩更动员上百万学生 集体加入人民军 誓言一旦开战 这些学生都将从军保卫北韩 此外前NBA球星罗德曼又爆料 金正恩跟李学主生了一个女儿 才刚刚得女的金正恩 平平展示武力宣传军备 一再放话 两韩决战时刻 随时展开 南北韩的关系紧张 北韩的金正恩呛下说要火烧白 领导还说你这个B-52的轰炸机敢再飞我就对你不客气 但昨天南韩的这个网络全面的大档机 大家都在想 该不会是北韩先发动了网络战争 北韩在东北亚的情势 真的是战云密布 破绽媒节 代表死神的死者的骷髅头 都已经正式的降临了南韩的大地上了 南北韩 最近因为他2月12号核爆之后 局势越来越紧绷 越来越紧绷 结果没想到金正恩他在联合国制裁之后 15国要制裁他 他更硬了 他下令炮口全部打开 他要火烧白领导 然后这个时候 美国和南韩的一个关键决战的演习 我也不吃亏 我也没被你吓到 所以他们不但是继续演习 下个月马上就举行突鹰演习 而且美国已经决定 要把他们的核子潜艇 部署在南海的东海 继续的延后退出 哇 战云密布 可是最让全世界惊恐的是 美军这次演习竟然出动了B-52 B-52它其实代表了不只是轰炸 它是可以直接在核子炸弹的一个 所以过去韩战越战 出动B-52的时候 就是可能准备核子战争的时候 所以这战云就拉高了 所以那个北韩当中非常的深厉 说你B-52再来 因为你可能我就要将强烈的军事回应 怎么样军事回应 你看他们的军人情情激愤 然后朝鲜又发出了一个新闻稿 有一百万的青年人自愿重军 他们要征军 然后他们有新兵要加入 然后这个时候战云密布 整个北韩朝鲜已经所有人 睡觉的时候都不脱衣服了 随时准备战争 今天早上9点32分 开始 北韩就已经有六次的空行警报 这个战云的情况就出来了 可是这种出来的时候 北韩很紧张 南韩更紧张 因为南韩我们发现说他们知道说 原来现在的战争 已经不是过去的一枪一炮 决散千里之外 不是靠什么伸手矫健 不是靠什么007 我只要按几个手指头就好了 昨天下午两点的时候 开始 开始是KBS等三家电视台 然后三家银行 两个保险公司 还有很多的广播电台 突然就赶快跟他们 首和警方通信联报说 我们网路当机了 我们公司里面电视台的500台电脑 都同时当机了 还有咕噜头出来 再警告我们 然后ATM也不能用了 交通大乱了 银行也停摆了 然后一下子 短短的32分钟 整个南韩股票掉了1% 会市掉了0.5% 这个冲击太大了 我刚才想说是怎么回事呢 发现说原来是 他们那个主要的一个LG U Plus 这个Server被人在公路了 公路之后造成当机了 然后咕噜头进来了 那谁会干这种事 在此战云密布的时候 难道金正恩 他过去喜欢挖队地道 然后去攻击首尔 现在他有在虚拟的世界里面 他有一支网路黑客大军 已经在攻击南韩了 而这样一个战云密布 网路战争提前开打 让我们对东北亚更觉得紧张 焦虑 好 所以在昨天我们看到 包括南韩的一些主要的电视台 包括银行还有保险业者 他们出现了网路全面大当机的一个状况 因为这个时间点非常的明显 就像刚刚创夏所说的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南北韩之间很有可能 一个不小心就擦枪走火 关系非常的紧张 所以大家都在想 会不会是在两韩开打之前 北韩他已经先发动了网路战 的确是从在昨天 韩文股市我们看到在尾盘 出现了击杀的状况 创下两个月最大的跌幅 是 我们知道说 大概一点半到两点中间 南韩民众陆陆续续从吃饭的地点 或是午休地点回到上班的地点的时候 突然发现到他们一开始打开电脑 突然觉得怪怪 像之前我们提到 遭受到一些攻击的状况 陆陆续续传出来之后 我们看到韩国股市在尾盘之后 马上出现一个下沙的局面 很明显的一个下沙局面 然后包括韩国的会市也是一样 出现很明显的下沙局面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遭受到了网路的攻击 我们看到说 我们先知道说 一开始第一个通报是电视台 韩国的三家主要电视台 包括韩国公共播放社 韩国的文化电视台 还有韩国的联合电视台 这三个电视台 他们都发现 内部员工发现 他们在打字的时候突然之间 电脑荧幕没了 电脑自动关机 你知道电视台的 那时候正在输入一些重要的资料 可能当天的一些稿子 结果 怎么会突然在这个时候当机 大陆很急 对 发稿时间就突然当机这个状况 结果发现 不只是他们本身的机制被当机了 内部的网路也全部瘫痪掉了 那赶快他们是 你们看到每一个人 都是人仰马翻的局面 在想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我那么重要的资料该怎么办 不只是电视台 韩国银行也遭受到攻击 韩国主要三家银行 包括韩国的银行 新化银行还有冀州银行 这三家银行都遭受到攻击 他们一开始发现说 也是一样 内部的这个网路好像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无法连接的状况 不只是对内的网路 对外包括连到ATM 或是连到这个所谓的信用卡 好像都是全部当机的状况 我们看到很多人 我们知道下午的时候 总是这一天的业务总是要完成 对不对 很多人赶紧要去汇钱 或是公司有什么资金的往来的时候 到这些银行去 他跟你说不好意思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已经网路当机了 他选的那个时间点很奇怪 电视台在赶稿可能很多人 银行的业务也正在忙的时候 他们都觉得在银行 结果一直在那边走来走去 结果没有办法办这些业务 更夸张的是 因为我们知道韩国 它是一个很高度网路化的社会 韩国很多人 他们现在已经用网路 这个所谓刷卡的局面 所以我们看到下午的时候很多人 譬如说想要喝个下午茶 在韩国的星巴克那边要去买个咖啡 来喝了享受的时候 他发现信用卡没办法刷 没办法刷怎么办 只好去领钱 就领钱 要付现金 ATM又当机 你看这个顾客在这个提款机面前 非常的茫然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走了好多的银行 都没有办法领到钱 整个韩国的这个 包括文化电视台 或是整个银行圈都出现一个 很慌张的局面 而且你看在这些被入侵的 这个银客的电脑里面 前面我们都出现一个 三个骷髏头 而且它出现一行字 Who's team made Who is team made 就是韩国的一个 传说是一个很有名的银客 他说这个我们所为 但是到底是不是他们所为 也不知道 所以韩国也是非常紧张 包括韩国的这个总统 马上就启动了国家的紧急机制 军方也提升他的 一个紧急的 这个紧张的局势 现在重点是在于说 这三个骷髏头 到底背后 那个真正按下 在另外一边的keyboard 按下那个enter键的人 到底是谁 这个就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 好其实在这一次 大家也会觉得 为什么会发生在南韩 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南韩 在联合国ITU 辉哥他们曾经讲过 南韩是他们通讯技术 可以说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 那么在这一次我们看到 其实为什么对韩国民众的生活 会带来这么大的不变 因为他们使用信用卡的比例 也相当的高了 对 就像现在 如果你开车习惯 如果你跑去坐公车 你会非常不习惯 对 你已经觉得那是很舒服的 我自己开车 对不对 很棒的东西 其实我们消费习惯也是一样的 像平常各位如果有上网去购物的话 一般都是用刷卡的方式 对 对 用刷卡的方式 那你主管是说我要去购现金 反正你不习惯了 所以是科技 身上不会带那么多现金了 对 你科技已经改变了整个生活模式 那特别是在韩国 非常特殊 像网路的一个发展里面 造成我说生活很大的改变 比如说你今天开始要上网去购物 购物你要用信用卡 对不对 好 那所以韩国的一个网路的普及率 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说99%的人 都是用什么 网路在购物 也就是说连老人都在购物 不得了了 这个是很大市场 99% 对 那根据统计的话 韩国目前去年 已经夺得世界第一 就是所谓的高速网路 普及率100.6% 已经超过100了 0.6 0.6不知道是不是跟 刚刚才把门店那个位置算进去 所以你看到接下来 包括他们的这个手机 如果你手机现在也可以购物 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 比如说 我们像我们去卖场 或者是捷运 你去捷运 有没有 场场不是大的砍棒吗 那砍棒下面它会有一个 一个那个黑黑的东西 有没有 有一个扣的那个 就是说一般如果我们用手机 如果去把它刷的时候 他就跑到那个网站里面 就可以购物 现在连手机也开始是这样子 好 大家就很好奇说 韩国怎么到这种程度 老人也在用吗 这时候你在欧洲 曾经有一个老人福利机构 很好奇 他说奇怪 你韩国人 到底你说年轻人用就算了 这种普及率他们一直不相信 他们这种不相信 普及率那么高 所以欧盟有一个老人福利机构 专门去韩国去调查 说奇怪 为什么你们这个网路使用率怎么那么高 你知道吗 对 结果他们发现老人在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当老人用完之后 根据他们得到的结论 老人的身体会健康 身体会比较好 因此得到一个重要的结论叫做 健康支出会减少 这非常非常不一样 非常不一样 第二个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因为当你在用手机的时候 是低头组 对不对 一般我们低头组都不会跟老人聊天 可是老人想跟我的孩子 跟我的孙子聊天怎么办 你只能透过手机 你也在那边什么 用一所谓的网路的点选聊天 所以造成说韩国他们的网路的普及力 非常非常高 因此这一次当他们提款戒 或者信用卡这些 跟网路有关系的东西 一旦全面当机的时候 韩国人慌了 不要该怎么办了 所以你看到几乎 也就是说变成说 我本来做刚刚讲的 做轿车的 你突然要改去跟人家挤公车的 那种生活是完全都不习惯的 好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网路 其实带给大家的生活非常的方便 但是危险的是 就是他一旦瘫痪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 瞬间就会觉得非常的脆弱 好像瞬间之间 你原本心以为强的一些事情 都被瓦解了 所以大家也在问 昨天的网路大瘫痪 到底谁才是幕后的凶手呢 第一个联想到了 当然就是在最近 关系很紧张的北韩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 南韩自导自演 或是美国 或者是中国大陆 在当幕后的黑手呢 尤其是在北韩 天躲大哥 大家觉得比较奇怪的是 北韩它其实只有少数的权贵 可以真的使用这个国际网路 一般的民众是没有办法的 当然讲说 它用网路来发动攻击 有可能吗 它有这样的战机吗 所以你看在昨天发生了以后 南韩第一个反应就说 一定是北韩一定是北韩 对 可是他没有想过 那个北韩在这方面 完全没有那么能力的进步 他的手机连那些网路 根本就很少 对不对 但是那是他词绝反应 好 去了北韩 有没有南韩指导之言呢 当然有可能性呢 因为已经北韩已经这样子在喊了 在人家连泡衣都拉开来了 那如果我是一个国家领袖 老百姓都无动于衷 怎么样子把这个意思去挑起来 那有可能性 那美国呢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中央社的消息了 立刻讲是中国 因为南韩 美国立刻说是中国 不是我们啦 对 连南韩也讲说 他这个IP是从中国来的 可是你不要忘记 我们以前台湾 每次抓社情网站 抓到最后都在哪里 都在美国 那是不是美国 都是大美 跑到他那边去弄一个 然后让他又栽赃 前面才出了一个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部队啊 对不对 然后接着下来做 但是 61398 61398 但是你知道吗 都是谁惹的货 B52 你今天两边在演习 固然没有错 开始的时候 中国是同意 北韩这样的行为 发射核四啊 四报啊这些 是不适合的 他也同意制裁他 但是你把B52开来干什么 而且你开到这个前面来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可以再核弹的B52 对 对 你演习就演习嘛 演习你连这个长城飞机 这样子飞过来 是示威是做什么呢 因为千万不要忘了 北韩对于中国的战略地位来讲 它是一个缓冲区 对 再怎么说 这个孩子也是我生我养的 你打他也有限度的打 你今天 你们去演好了 在你南韩的这个东海的境内去演 你今天把B52飞来的时候好 我让你紧张一下 也有可能啊 我不要别的 我就把你网路一弄 全部部的老百姓紧张了 你前面打什么仗啊 只是让他知道 如果你再进一步的话 那么你可能 不是银行断水啊 你说 说不定你那个炮弹发出去的时候 那边都被人家栽一个炮弹发出去 发动打到西去了 这个才是最可怕的 其实我认为在这个里面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 是说大家 是可而止 它可能是一个提醒的味道在 不过真的不是北韩吗 到底幕后凶手是谁 有人讲说 虽然他们民间很少在用这个国际网路 只有少数权贵可以用 但是也有人讲北韩 他们其实呢 他们的军方对有一些网路跟电脑人才 也非常的重视 是的 其实有那时候我们知道很多人呢 就觉得北韩很落后 但是像包含Google的老板 都已经去过北韩了 然后就在到他们的景点 安排好的样板的地方去看 哇 有电脑耶 但是发现说 奇怪这电脑都没有连线 没有没有没有 哇 有几台有连线耶 那一点的话 在北韩只有七个网站可以去 劳动党 所以呢 只有一个网站 它整个被监控 所以这个地方 他们到底网路上的运用是很差的 然后当然大家就讲说 他们在金日成军事大学里面 是有一个网军部队 它是从2007年开始 可是呢 每一年只培养100人 而且是包含了电脑的 包含一个SRW的 所以这100人 到目前为止只有500人 好像也不觉得 而且预算只有700万美金 好像看起来 也不像有这么强大 所以大家就想说 北韩没有这能力 但是它背后 有个超级奶爸 你今天核子潜艇 跑到北韩这边东海来了 你的B-52来了 所以刚刚讲的 那超级奶爸可就不一样了 超级奶爸 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了 中国大陆它是会让美国 现在吓得要死 中国大陆是什么 我们知道说前一阵子 纽约时报有讲 中国大陆的駭客的能力 强到什么程度 包括他们现在讲 IP来自于中国 中国駭客的时候 过去Google被人家 中国駭客攻击 查一查 发现来自于 山东有一个 被纽约时报称为 駭客学校 叫做 山东南翔工业学校 专门招收 那里面是上万人的 它上面直属解放军 总参三 然后戴尔还有美国的 500家前进的企业 都被攻击 攻击了以后 这几年来被 抽走的商业机密 高达3000亿美金 他们一查 就查到一个名字 叫做超级駭客张长河 而张长河 这个IP查进去之后 他的这个资讯 他这个人 这个点位于 中国在西安的解放军 信息大学 他也是跟61398 跟南翔工业学院一样 只属于最上方的解放军 总参三 所以中国大陆才有这个能力 中国大陆仅有这个能力 所以我们台湾 我们的国安局也告诉你说 我们台湾每天会被他们 骇客攻击一万次 然后一年超过三百万次 投我们的资料 侵入我们的电脑 所以其实现代化的战争 你绝对不是看到这个耀武扬威 而是悄悄的几只手指头 什么都改变了 好 如果说是这个现代化战争的话 它可能是兵不血刃 你没有见到刀鞋 没有看到这些枪杀 但是它带来的这些伤害 其实也是非常的惨重的 我们以股市来讲 你说台北股市可能是指20兆的话 你光是如果一天之内 全部跌停板的话 你马上就蒸发了 一兆四千万 对 我们知道说事实上 这网路战的威力真的是非常的大 我们知道说像我们前几天 不是这个中华电信 在这个内湖的伺服器火灾 就像那影响多大 包括很多公司的网站几乎就是停摆 尤其是现在我们依赖这个伺服器 依赖这个网路越来越深之下 事实上也隐藏了更多的危险 尤其是说未来战争 它只要在这个电脑荧幕前 操作一些指令动作 你根本不知道敌人来自何方 你连要瞄准谁你都不知道 那造成的影响真的非常巨大 它可以瞄准你几个东西 第一个 譬如说基础建设 我们都知道十几年前 台湾曾经发生过一个729大停电 那天不是几乎台湾中部以北 全部都大停电 就是911地震同一年 因为一个电塔倒塌的关系 但是你看 全害大停电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当下一个大停电的时候 我第一个想到也是 是不是中国攻击 我相信很多人也是这样想 对不对 就你看这server 这个骇客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他只要按下几个指令 让你的这个电堂 电塔 这个没办法发电或是怎样之类 他就可以瘫痪你的整个供电系统 瘫痪基础建设之后 你可能就没水没电 对比如说像纳利风灾 我们都知道非常痛苦 他可以在任意时刻 让你的水库放开闸门 水流出来 淹整个台北市或淹任何地方 都是一样的局面 交通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在这个走路的时候 如果在搭捷运最怕遇到什么 遇到捷运大当机 他可以让任何时刻 都让你的捷运当机 你看你会是 怎么样一个状况的局面 机场也是一样 我们要911的 飞安都有安全 911他去撞这个世贸大楼的场景 他可以任意改变飞航的路线 让你在空中相撞或是怎么样 所以你看他并不协认 透过简单的几个动作 瘫痪你的交通 瘫痪你的机制建设 瘫痪你的机场建设 让你觉得怎么办 我根本而且不知道 敌人是来自何方 你非常的心慌慌 当然他就达到兵不协认 达成他要的目的了 所以为什么这个未来战争 你动一动滑鼠 结果他的威力 可能比扣板机还要更重要 包括你的媒体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山寨的讯息 错误的讯息 我们刚刚提到了股市的部分 尤其现在回格 很多人也都是透过网路 在下单的 对 没错 其实我们知道 股市跟我们的生活 其实已经密密相 很紧密在一起 股市每跳动一点 也许各位觉得没什么 1000块 100块对不对 可是那量一搭下不得了 像那个什么 去年我记得去年 全球最大的IPO 不是那个脸书吗 IPO他脸书的时候 其实真的很倒霉 就是上市的那一天 结果那斯达克出现电脑大当机 对 然后全部都没办法交易 变成说大家兵荒马乱 到底你要怎么买 你怎么卖 不过还好美国 它是有所谓的人工交易制度 其实你光靠电脑都没办法下单 怎么成交都不知道 搞到后来 总共修理了大概两三个小时左右 搞清楚了 这时候你想想看 我本来我可以卖多少钱的 我卖不掉 结果后来 我们知道后来脸书是一路往下跌 那些人不是骂得要死吗 到后来就出现了官司的问题 就是去告这个那斯达克 然后要求偿 那总金额大概 比较保守估计 大概一千三百万美金 这只是说一家公司 那么两个小时当机 就出现了这种股市的 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问题 那可想而知 各位你想想看 如果在台湾发生了 假设有三十分钟 我们股市要全部当机 可是你又发现 北韩又发射飞弹了 你想卖股票 你卖股票怎么办 那这种状况之下 不是大家都疯了吗 所以这是一种无形的一个损失 因为没有人可以负得了责 这是在股市的部分 那在这个银行的部分 那银行的部分也是你知道吗 在美国 我记得是大概十几年前 也曾经发生过一件案例 他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他的那个先一人是美国的 这个银行里面的职员 然后他是这样子 他用网路的方式 他每一次 就是说因为美国不是有分吗 他每一次从客户那边你知道吗 盗取他的资料 然后每次扣一分 扣一分 扣一分 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十几年下来 他总共 这样陆陆续续 这样大大小扣一扣 也好几十万美金 所以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案例 那你可想 如果大量的网均下去的话 都不是说 你欠我多少钱 那你欠我多少钱 全部都乱了嘛 乱得套了 所以我想这个对于整个金融的安定 会造成影响 那如果对金融安定造影响 以后我钱我不敢放银行 我就摆在床楼底下 我都不敢买股票 那会造成什么样 经济全面性的一个崩溃 好 所以这就是网路战争可怕的地方 他不被一兵一组 他可能就会造成一个国家 整个被瘫痪掉 其实在过去我们电影当中 有看到这样的情节 其实网路的战争 也变成说电影里面 他们都很敏感的 所以像在007空降危机里面 就讲了 这个MR16就是007的那个 英国最高的情报单位被入侵了 所以那些潜伏的人都被弄出来了 所以没想到 连007横向天下几十年无敌的人 都成了受害者 然后终极点战布鲁斯威利的 也是一样 他这次在处理的 不是他看得到的歹徒 不是他的拳头有多厉害 是骇客入侵了美国华盛顿 华盛顿的银行倒了 银行垮了 交通乱了 网路都乱了 媒体都乱了 整个华盛顿大混乱 就等着布鲁斯威利来抢救世界了 然后还有这个鉴于行动也是一样 修杰克曼他是最顶级的骇客 结果他入侵了 把那个美国的FBI给弄垮了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 完全就是把骇客和真实的世界 混在一起了 但是这些都不是电影情节 真实的网路战争 真的已经发生了 而且美国是全世界 最爱搞网路战争的 一个事情 当然纽约时报还有华尔街日报 还有泰伍时报有报 就是伊朗一直在做原子弹 结果美国跟以色列合作 然后合作之后 他们发生了一个工业病毒 有一天晚上 伊朗的核子电厂 正在晚上在监控的电脑的时候 突然在深夜的时候 突然放出了重金属 的音乐 五雷轰停 所有的电脑都投资在放 五雷轰停 他们完全控制不住 就他们那个在提炼 和用原料的离心机 开始被操控了 一直加速转动 一直加速转动 发热爆炸 伊朗那个核子燃料工厂 就被这样炸掉了 然后去年的时候 也一样 他们在四射飞弹 在按导弹的时候 那个原子轮专家 还有几个将军 一按下去的时候 飞弹没有飞出去 底端加热 一炸 伊朗的好几个将军 二十几个将军 二十几个星星就被这样炸死了 然后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美军也干过一件事 美军干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 它一些伊拉克要买的那个 印表机里面 放了一些间谍层次 就在印表机 你根本没想到 放在印表机里面 他们就接上去 这个军方单位在弄 就侵入了伊拉克的整个系统 到美军要空袭的时候 所有的空中的监控系统 全部垮掉 所以被美军长驱指路 但是伊朗也不是这么吃亏 因为伊朗有有洪志远方来 伊朗他们当然科技能力没这么强 前年的时候美军横向天下无敌的无人战机 突然被伊朗给拉下来了 那拉下来原因安安稳稳的就降落到伊朗 然后伊朗拿去游街 那无人战机被谁侵入了 他后来发现也是被骇客入侵 所以美军的那个无人战机 就被那个伊朗俘虏了 而伊朗背后最好的朋友 叫做中国 而中国也是全世界 唯一能够跟美国 网路战争抗衡的一个国家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 当然这个网路带给大家生活非常的方便 但是它其实也同样带来威胁 像最近我们知道很多人也都在封脸书 那也会在脸书上打卡一下 透露我们在什么样的地方 但是其实最近也有发生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有一个小看 他就是因为打卡 结果这个歹徒就觊觎他 马上透过他日常生活的作息 拟出了一套掳人计划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在脸书上打卡 他其实透露的也是你自己的个人资讯 对 我们在 我去弄脸书有一段时间 我总共有一万两千多个那个fans 可是呢 当我发现那个脸书有问题的是什么 就是说虽然我在上面 他们知道我是国家安全局出来的 可是有一天我的脸书上突然出现了 这个国家安全局的一个这个联络的占领子 我进去一看 哎呦完蛋了 这个其实我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很反对打卡 因为脸书也是一种收情的工具力 我们在做情报的时候 其实从你收情 收过来以后沿袭 然后判断 然后在下指导命令去收的时候 跟脸书没有什么两样 他透过你蜚鱼 你每天上习惯上 有哪些人来天天来上你 好 你跟这些人什么关系 从次数上 然后从你的学历的背景 从你的居住的地方 从你的饮食习惯 包括你每次打卡 你哪几家餐厅 全部都被全盘掌握 你去哪几家餐厅 你知道你的消费能力 你是高消费端 中消费端 低消费端 我不要别的 我把这些餐厅每次去打卡的分析一下 我就知道在东区哪一家生意好 西区哪一家生意好 所有的商场跟情报是一样的 它必须累积你大量的个人资料 累积大量的个人资料 我讲一个比喻好了 譬如说 在我国家安全局的网站里面 每天有人上 那你国家安全局有几率可言吗 你上的人是些什么人 那从他的背景 那你又跟谁连结了 把你们的关系摸清楚了以后 那情报其实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在这里面也讨论到了一点 就是说为什么要去打卡 打卡的目的在哪里 我说我今天到这个W去吃饭 我到哪里吃饭 我家高档饭店去用餐 吃了什么样的高档的东西 可能我几点钟出门 整个作息都被掌握了 那那个蔡奇亚就算了 可是这样去的目的在哪里呢 你是炫耀吗 对不对 所以科技的进步 但是要回到人性 人性的保守 我还是奉劝各位在有些方面的时候 要保护自己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我们看到网路带来的方便 以昨天南韩出现了整个电视台 还有银行金融体系的一个大瘫痪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网路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生活 它可能带来的也是威胁 我们知道呢 在先前呢 这个美国的纽约时报呢 它也被骇客给入侵了 后来发现呢 原来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骇客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回来 好 昨天下午呢 南韩主要电视台 还有他们很多的银行呢 还有保险公司的网路都出现了 大瘫痪的现象 大家都还在猜说到底是谁干的 其实在先前呢 美国的纽约时报也被骇客入侵 结果到后来发现 原来是中国大陆的骇客 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上海这栋白色楼房神秘兮兮 CNN采访小组开车经过 从车上拍摄 马上就被路边眼尖的解放军发现 立刻拔腿狂追 解放军拉并哥好快的伸手 追着车子大动作制止拍摄 这么大的阵仗全是因为 这一栋毫不起眼的12层楼建筑物 就是中国大陆军方对美国进行 网路骇客活动的根据地 把镜头拉近 看看屋顶上 装了一堆大型卫星碟 果然大有玄机 CNN记者在这附近做连线 已报道到中国解放军 骇客兵团的消息 在大陆播出的讯号 立刻就被切断 根据美国网路安全公司的最新报告 这栋楼隶属于解放军秘密单位 61398部队 代号叫做评论团 近年来大量攻击美国的 骇客集团APT-1 攻击的源头就来自这里 61398部队 由大陆高层直接统领 雇用了大批精通英文 和网路程式的专家 日益纪业入侵美国 不论是官方机构 还是民间企业 全都是解放军骇客 锁定的目标 大陆骇客专门针对重要的美国设施 发动攻击 去年9月一家专位石油公司 输电网路和供水系统 撰写程式的软体公司 就曾经遭到解放军 骇客兵团攻击 还好没有任何设施 因此停摆 收件者只要一打开钓鱼信件 电脑就会遭到入侵 美国各大企业受害连连 去年9月就惊传 纽约时报内部网路被骇客攻陷 今年2月被害的美国企业 变得更多 从苹果到脸书推特 接连沦陷 虽然元凶未必都是大陆骇客军团 不过根据统计 过去7年来 大陆军方勤资单位 入侵了全球141家公司的电脑 窃取重要资料 欧巴马这番话 引犹在耳 现在又有网路安全公司 直指大陆是幕后主脑 大陆外交部连忙否认 还翻摇美国一口 美中为了谁是 骇客主使者吵翻了天 或药味十足 网路引误者防不胜防 骇客攻击不费 以强一弹就能瘫痪敌人 新一波世界大战已经在网路上悄悄开打 TV别新闻综合报道 好 现在两个国家呢 互看不顺 有互相的呛瞎来较量一下呢 比的已经不只是这个军火武力了 还要比的是什么呢 你的网路部队 中国大陆神秘的网站部队 61398 它是在上海浦东高桥镇 那么它是隶属于中共解放军的 人数可能几百人到2000人不等 它的工作就是要窃取并购的细节 还有高层的电邮 受害者有谁呢 美国 加拿大跟英国 刚刚我们提到的美国的纽约时报 为什么骇客要入侵纽约时报 就是因为它伤害到 他们前总理温家宝的形象 对 没错 这事情就发生在去年的10月份 那时候纽约时报登出一则新闻 就是说这个温家宝 他这个家族的财产超过27亿美元 注意要是27亿美元 那其实这个讯息发布的时候 他们去看那个里面 这到底是谁写的 来自于这个纽约时报 驻上海的一个分社的社长 叫做张大卫 那这时候披露出来之后 那结果造成很大的一个震撼 这时候中国的网军就开始出动了 也就是默默的出动 就是开始渗透开始到这个报社里面去了 他们到报社里面就是刚刚肥宇提到的 他们去拿什么呢 最主要是查比如说你的这个密码 你的账号 你的邮电 这些其他的质量 那你想想看 为什么他去找这些东西呢 最主要是说到底谁泄密给张大卫 就是说就像刚刚刚 小心来讲 对 刚刚主长讲的 对 就是说他像一个网路一样串联起来 这资料在你这里出来的 那谁给你的 你跟谁有联络过 你跟谁怎么样 所以接下来不只是在上海的分社 包括像北京还有其他的分社 这个网路全部一起攻击 就是要把那个网路把它连结起来 把这个打开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也是这次事件发生的一个根源 所以后来发现说 天啊 那中国的网路大军 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时候才开始又怎么样 去调查去找 那一开始找到是谁 是从美国某一个大学里面的伺服器出来的 可是呢 你们知道那叫做僵尸嘛 就是怎么样 那个伺服器已经被人家解破了 透过它 然后再从这个伺服器再去找 原来是从大陆过来的 好 那这时候呢 才开始一直找 才找到这个61398 原来有这个部队 好 那这个部队的特色就是说 它是放在哪里 它放在上海浦东区 这是相当高级的一个区域 而且是一个这个 我们讲的办公方面相当高的一个区域 它的楼层高了12楼 也就是说它的 刚刚我们看到影片 它的这个整体来讲 这个防护非常的严密 你连拍照都不行 你拍照马上用白米来追你 哇 要舒服到有够快的 没有 连拍照都不行 对 那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它 对 跑白米连输的 感觉上说 就好像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基本的 一个好像是公务机关而已 那这个曝光了之后你看 那在中国来讲 它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压力 那就证明说 你是不是有这个网军 那的确 后来我们根据中国 他们的看法是这样 中国就反了美国 嘿 我们在之前 总共你们知道吗 在2012年 你总共有7万多笔的木马城市 他们查出来 是从你美国来的 对 所以现在已经进入所谓的 真正的开始大战了 就刚刚那个创造哥讲的 现在谁有谁 有能力跟美国打这个网军作战 只剩下中国而已 所以网路上已经撕杀得很激烈了 所以这个部队曝光代表整个一个事情即将要搬上台面了 以前是在台面下干的 现在已经拉到台面上来干的 不过说到这个61398 大家都觉得他非常的神秘 刚刚我们提到他的人数几百人到2000人不得 而且听说他还会招募心血 而且我们说他那么神秘的话 我要去找一下他的相关的资料 你在中国大陆的微博上面还查不到 其实中国大陆就是 当61398纽约12报出来之后 你打到61398他会告诉你 根据政策和规定 你所查的东西不能碰入 所以就完全网路就把你封锁了 61398上海那边是一个据点 因为后面纽约12报再查出来的话 其实北京才是总部 广州 申俊 重庆 在中国大陆还有十几个地方都有 所以他人数总共是上万人 这上万人但人从哪里来 刚刚讲的南强工业学业 现在是不是找到的 然后还有那个西安的 中国解放军信息大学 但这样还不够 他们要捐滴补气 要喊纳百川 所以他们又是找到说 在杭州大学资讯的科系里面 就签了一个电子公告 说如果你愿意来61398部队工作的话 我就给你奖学金5000人民币 然后你毕业之后就可以直接进来 所以他们其实只有杭州大学 这还不是中国大陆的顶级大学 那交大好像也听说有直接招募 就跟我们以前的国防疫一样 就直接给你奖学金你就直接进来 所以他们人才捐滴不起 好 如果说现在是一个 兵不血刃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在网路上整个大战都已经开打的情况之下 那么接下来到底还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你要重拾你自己的网站的部队的话 那么你去招募这些心血 听说最可怕的并不是这些 你真的在一般学校可以找得到的人才哦 听说有一些这个来自于比较偏远地区的这些人才呢 才是真正最大的威胁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微回来 昨天南韩的网路大瘫痪 我们看到整个兵不血刃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大家如果要充实自己的网路骇客部队的话 其实真正可怕的并不是受过正规教育的这些天才哦 对 其实中国大陆的网军成立是最早的知识 只不过人家一直没有注意到他 他的网军基本上分为三个部分 一个是攻击的部分 攻击就是我们俗称的红军 还有一个是防御的部队 防御的部队叫做南军 另外他还有一支部队叫做假想敌 那个叫做白军 那红军跟蓝军都是对外的 对外怎么攻击 对外怎么防守 然后这个假想敌是一直在里面绕 找看看我们的漏洞缺点在哪里去死去破 那他这样的编制只有他们可以做 他们是用军团这样子地区这样分下来 分得很细 所以任何一个小的区块 他都可以指挥他去攻击 那美国是一直到了2010年的时候 他发觉状况不对了 所以他成立他的网络司令部 国家任务部队 国家任务部队就是保护的 防守的 战斗部队就是攻击的 网络保护部队 其实他是仿效中国的这种的做法在做的 那我们讲为什么最近美国把他这个问题提出来 因为美国从来都是老大 可是他没有想到在这方面踢到铁板 老共比他还强 而且他不用去他不用去发展其他的东西 他观光这一方面把你所有的东西 我现成按个手指就把你的东西研究资料全部拿来了 那个成本多低啊 所以他居然他就一路在喊 一路在喊的时候你看甚至于到了今年的三月 他要求中国对话 三个条件三个条件是什么 第一北京必须公开承认他这些的行为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 第二北京必须承诺他可以接受你调查跟制止这些活动 其实他的重点在第三点 要求中国和美国进行建设性的对话 因为美国一向这样 当你弱的时候吃得厚厚厚 等到发觉不行了 他表面上是要你公开承认 中共会公开承认吗 不会你从以前看的时候他不承认 从来绝对是否认 可是最近他也发现了美国观光防守是不行的 美国这一招他也把他列出来 他怎么去找这些骇客呢 没有他找他找骇客我跟你讲啊 骇客 这个电脑这些基本上一个思维逻辑 思维逻辑我们很好分辨 这个人美国系统出来的他的思考是从A开始往C 这个是欧洲的 他可能从C开始往后绕 看得出那个模式 就是寻找一个模式 所以未来的骇客人才是在哪里 不是按照你教科书的思维 也不是按照你美国这一招 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揣测 他可能会按什么样的模式走的话 所以这是最可怕的 对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现在美国呢 他们对于这个骇客部队呢 他们其实也有 甚至他们的这个情报单位呢 也跟这个美国的大学呢 那么一起来合作要找这个高中的骇客高手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微来 好 希娜这个网路的部队 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局 还跟大学合作要找出 但是中国 苏联是卡巴斯基 然后他美国 他们其实要找到网路骇客高手 真正最强的都是高中 但是苏联和中国可以直接用国家的命令 叫你为人民服务 那美国不行 所以美国成立 全世界第一个网路作战司令部的时候 那是属于空军的 他们就告诉你这是一个超炫的 这是他们当时的招生广告 一个 如果说这个时候来了 他们是超越一切 你看一个卫星可能被攻击了 他们马上就是这群 好像星际大将 国家的网际部队 开始立刻的可以指控这个 操控这个卫星 躲过这个危机 他们可以控制 全世界美军的所有一切 然后他告诉你说这不是电影 这不是坑话讲说 这个就是将来 你来我们这个网络作战部队 将来可以做的事情 好酷喔 这是立属于美国 然后欢迎你进来 而且他们最后打了一个字 Above all 我们将超越一切 哇高中生听得 哇多好啊 所以他们现在都是抓高中生 所以现在美国国家安全局 又跟卡麦基美容公司 合作 我们要办一个骇客大赛 就从里面 就是如果有个外星人掉下来了 这个机器 让你怎么去破解这个飞碟的秘密 来操用它 然后就让那些高中生 你看多炫啊 我们可以超过一届 就赶快去弄 然后他们想在这里面培养他们 将来的网络部队 用他们再进去 然后看是多么炫的一个事情 再怎么炫呢 就刚刚那个天躲大哥讲的 有很多时候 你突然的素人 你都会想不到他多厉害 美国国家那个 网络作战司令部 还有国家安全局 他们就宣布说 这个密码 他们有个解码的 全世界破不了 很骄傲 宣布 就在2004年的时候 有一个美国 中国的一个女孩子 叫做王晓云的 也不是被邀请 也没有被发表论文 她就说我想上去讲话 然后写一个报告 主席一看傻眼 已经被破了吗 她是住在清华大学 然后也没出过国 一上去之后告诉你说 那个美国没破写了 半年之后 国家安全局的最高机密 她也破写了 而且又是跟另外两个女孩子 都只有三十几岁 都是在中国交出来的 而且没有去过 没出过国 您现在收看的是TVBS